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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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次智库点评的时间 請出我们今次做嘉宾 有银河正圈业务发展东西 Eugen 早晨 是呀 早晨 今天想和你说说水泥股 因为看到今天全版水泥板块 股价比较不错 你想和我们说说哪一款? 就是3323是中国变财 你说得对的 今天整堆水泥股表现都飙青 最主要是因为 環水泥出了一个营起 非常之对反 所以股调了上来 大家觉得其他水泥股 都会跟着这个业绩 其实3323之前发出了一个营起 股价已经有了反应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营起之外实际的情况 会不会比营起更加高 甚至乎派息那方面会更加吸引 这个市场相对比较关注 宏观来说 整个行业来说 中国今年水泥市场的问题不大 基本上由年头到现在 水泥价都在升 跟其他的资源 譬如你说煤炭、钢铁 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煤炭、钢铁 一加价就一定被人吵 但是水泥加价 只要加得慢 那问题不大 反对的声音也不大 所以我想水泥价直至今年的年底 都仍然会有上升的趋势 所以从中国建材来说 现在有点点夹高了 7.8去这些位置 但是在股值上 还是吸引的 买入价大概7.8附近 上面的目标 就看回上次的高位 大概8.8左右 那下面的指洩可以 剩下低一点 去到100边线 大概7.2附近这些水平 我看了3323 因为水泥价格 另外之前 他和中材股分合并 那里 还有没有因素可期 譬如说负债 或者一些同样的 營運效益 那现在最主要就是 那个协同效应 但是没有那么快 可以发挥到 之前的合并 所以要给他一些时间 但是如果你说 去到2019年 才可以发挥到 协同效应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到 大行又会再进一步 提高它的盈利预测 所以会令到 它的预期的估值 就更加低 所以暂时来看 那个合并效应 不需要在股价里面 摆太高 但是就去到年中 或者去到年底的时候 那就是大行 怎样看这个合并 对盈利未来的增长 那只能有多少 都可以 期望一下3323的业绩 因为三月都出了业绩 看到现在股价 今天跟回水泥股板 发表现 升超过1% 最新价格 报仍7.4 升豪2 Eugene 先问你 刚才提到3323 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 谢谢你的分析 好 提回各位观众 刚才是嘉宾的个人意见 不是投资推介 记住做任何投资之前 考虑不同的风险因素